近日,国家电网在北京建设的首批超级充电站正式投运,超中站单枪最大输出功率可达400千瓦至600千瓦,具备超级快充电池技术的电动汽车10分钟即可满足补电需求。 据悉,首批投运的超级充电站共有两个,分别是大兴区西洪门超级充电站和丰台东管头超级充电站。 8月19号上午实施许,记者在丰台东管头超级充电站探访,记者了解到该充电站充电桩主机采用了柔性矩阵投切方式,可以自动匹配车端需求功率,提高电力资源的利用率。 所谓的柔性功率分配技术呢,就是原来我们都是单体这个充电充电机,那么充电模块就跟充电机在一起。 这样呢,我们现在呢,把通过分体式,把充电机都集中在一起整体的这个充电模块,充电机里。 传统如果说120千瓦的充电桩,车辆只需要80,那么那40千瓦我是浪费的。 那这样我把它集中在一块以后,我就能够根据车的功率需求自动的去匹配。 它要80,我给80,要160,我给160,这样呢,能够整体提升我的充电模块的利用效率。 记者注意到,丰台东管头超级充电站内有四个充电桩, 可同时为8辆电动汽车充电。 黄瑜表示,超充站采用了1000伏的高压技术平台,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, 仅需10分钟就可满足具备超充功能的电动汽车的补电需求。 那么首批超充站,我们日均服务能力能够达到700车次, 采用了1000伏的高电压技术平台,运用了液冷充电技术, 单枪最大充电功率可达600千瓦, 对于具备超级快充电池技术的电动汽车, 在10分钟内也可以满足它的超级快充补电需求。 确实充电什么的都很方便。 我在这些车里面刷刷手机,看看视频回归消息,一下就充好了。 据悉,截至2023年底,北京市已累计建成超充站72座, 随着国王北京首批超级充电站投运, 越来越多的电动车主将享受到快速便捷的超充服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